请取回车票 从22号开始 全台高铁自动购票机 将贩售新版高铁车票 橘色票面不见了 换成亮白色系 请取票 不过票面乘车资讯 使用新式排版字体也变更大 都一样 对我来说都一样 大同小异 新的版面还比较容易 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需要知道的讯息 仔细来比较旧版高铁车票 与改版后差异有多大 旧版高铁车票举底黑字 而且字体较小 排版略显拥挤 至于改版后改为白底黑字 色系较明亮字体也放大 第一排乘车资讯 是起期占名与乘车时间 橘色分隔线下方 则是车厢与座位等资讯 排版更简洁 旧的词票上面是采用新式谜题 但是为了让旅客能够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把所有字体都改成了黑体 那也加以放大 让大家在这个阅读的时候 能够更方便 很快的就能够得到 他所需要所有的乘车讯息 高铁表示这次改版花费不大 只有设计费 因为票面材质 还是维持词条式纸值 主要为了让购票乘客 能一目了然 掌握乘车资讯 强调目前也有手机QR Code 电子票证服务多元客群 而未来车票改版 不排除朝向 无止化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